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喜欢了校爸三个月 为了刺激他 我鼓起勇气和校草告白 我 我喜欢你,我支支吾吾地对沈颜开口 我也 他话说到一半 我感受到一股强劲的拉力 我被拉进一个怀里 紧接着唇上传来柔软的触感 不好意思啊 女朋友最近闹脾气 陈硕搂过我的肩膀 抬眼看沈颜 眼里带着十足的挑衅 喂,你离他远点 陈硕是安抚相的小霸王 也是我家对门 陈硕正在家门口修着自行车 穿着白色背心 露出小麦色的肌肤和紧实的肌肉 似乎是累了 他拿过地上的矿泉水仰头喝下 微喘的呼吸 滑动的喉结 让我呼吸一致 他转过头来 对上目光的那一刻 我赶紧错开跑回家 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 我显得尤为狼狈 被欺凌过后 我强撑着从地上站起 被剪坏的裙摆 在空气中晃荡着 微微露出内里 我扶着墙 一步步走出去 没想到 在巷子口遇见了他 他靠在墙上 低头用打火机点着烟 指尖的星红 一鸣一灭 我装作没看到他 继续朝巷子口走去 明明是想快点逃离他的视线 才加快了脚步 没想到弄巧成桌 受伤的膝盖让腿一软 我跪了下去 没有想象中的疼痛 我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陈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掐灭了烟 把我拥入怀中 烟草味带着他冷冽的气息 将我包围 能站起来吗 我有些羞难 一下子用力站起身 没想到又跌入他的怀抱 他轻笑出声 站不起来就不要硬撑 说完让我靠在墙上 自顾自地脱下外套 系在我的腰间 转过身 在我面前半蹲 上来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趴上了他的背 他的小臂勾着我的双腿 我靠在他背上 心跳如雷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 到了 他蹲下身 我慢慢从他身上撑起站起来 我才发现他的脖梗到耳阔通红 今天谢谢你 以后被欺负了要喊人 不要一声不吭的 他多看了我几眼 转头回了家 我拿起钥匙准备开门 没想到里面的门先开了 我妈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愣了一下 快进来 然后什么都没说 给我擦了药 扶着我去了饭桌 第二天一早 我坐在餐桌前吃着早饭 我妈突然开了口 以后你跟陈家那儿子一起上下学 我已经跟你陈叔打好招呼了 我握住勺子的手在嘴边顿住 妈 这样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昨天还是陈硕送你回来的吧 我都知道了 那小子挺不错的 适合做我女婿 妈 行行行 吃完赶紧走啊 别让陈硕等太久啊 我顺带拿了瓶牛奶 一瘸一拐地出了门 陈硕坐在我家门口上的台阶等着 他听到开门的声响 站起身走到我身前 把我扶到单车后座上 昨天明明还没有那个后座的 我扯了扯他的衣角 你们男生不是不喜欢安后座 青春期的男生都喜欢耍帅 踩着个山地车 不知道就能让多少女生方心按许 他敲了敲我的头 你懂什么 那是他们美女 壳 没有可以在的人 我坐上他的后座 坐稳了呀 嗯 坐好 话还没说完 自行车像风一样向前驶去 和少年一样 肆意又张扬 突然的后座力 让我抱紧了陈硕的腰 陈硕 你慢点 嗯 慢点 车速真的慢了下来 我松开他的腰 重新扶住单车后座 自行车一路驶进校园 我看着女生们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我害羞地把头转过去 装作看不见 只看向少年的白衬衫 明明是十分钟的路程 但是感觉却那么漫长 下车 站不稳 我两边膝盖都受了伤 陈硕轻叹了一口气 拿你没办法 陈硕掺着我到了教室 他一走班里的女生都围了上来 叶子 你和陈硕什么关系 邻居 就是普通邻居 这几天我受伤了他爸爸 让他帮忙送我 他们又接连问了几个问题 发现问不出什么 就草草散了 放学我留在后面打扫卫生 二十分钟 也不知道陈硕走了没有 我一瘸一拐地走出去 没想到先被人堵在了墙角 张倩用指尖轻划过我的脸 突然捏起我的下巴 说 你和陈硕什么关系 邻居 他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眼神逐渐变得恶毒起来 转头让小跟班 去拿地上的消毒水 我趁他不注意 用力推开他 大声呼喊着 救命 救命 我一瘸一拐地跑着 心有余而力不足 往回看张倩 已经拧开那瓶消毒水 往我身上泼过来 我赶紧闭上眼睛 把头转过去 下一秒 撞上一个温暖的胸膛 我微微抬头 慢慢睁开眼 头顶的发擦过他的胡茶 他 摁住我的头 别动 羊 是陈硕 他把校服外套照在我身上 消毒水大半落到外套上 我闷在他怀里 听见他说 以后你感动他试试 那天之后 叶青青是陈硕的人 传遍了整个校园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班新来的插班生 干净利落的寸头 双肩包松散的斜跨在肩上 大家好 我是陈硕 底下的人窃窃私语着 陈硕降级了 听说是之前有处分 要改过自新 自愿降级 把年级主任都惊到了 前桌转过来问我 你不是和陈硕很熟 是挺熟的 陈硕拉开我身边的空座位坐下 转头看向我 你说呢 叶同学 前桌一副吃瓜的表情 看着我俩 我赶紧摆摆手 只是认识 从第一节课开始 陈硕就在睡觉 外套盖在头上 丝毫没有改过自新的样子 放学了 只剩陈硕没有交作业 我戳了戳他 他皱着没看着我 怎么了 你的英语作业还没有交 没写 现在写 我等你 他愣了一下 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他慢悠悠地拿出练习册 那就拜托叶同学等一下 还真是等一下 别人要半小时完成的作业 他十分钟搞定 你这样乱写会被老师罚钞的 别管了 他站起身 拎起我的书包向外走 走了 送你回家 第二天陈硕没有被罚钞 不过在下课领响的前一分钟 英语老师突然开了口 轻轻 陈硕刚转来 英语基础不扎实 你多代代他 好的 老师 我转过头 陈硕满眼笑意地看着我 看什么看 都是因为你 他把手背到头后 是是是 都怪我 以后就拜托叶老师了 于是每天放学 我坚韩起了陈硕的辅导工作 这个空填什么 不知道 你看前面有提示词 这里填比较急 听懂了吗 我抬眼看他 发现他离我离得很近 稍微抬头 就能碰到他的鼻尖 我一下子感觉耳阔发烫 你离我远一些 结果他靠得更近了 这样吗 叶老师 你脸红了 我抓起试卷 往他脸上呼 好好学习 遵命 伤慢慢好了 我好像没有理由 再坐陈硕的车了 又是一天早上 我走到陈硕自行车前 迟迟不上车 愣着干什么 上车呀 陈硕 我的伤好像好了 没人坐我后座不习惯 上车 我坐上了他的后座 习惯性地环抱住他的腰 一如既往的齐进校园里 引来许多人的侧目 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们被约谈了 张主任把茶杯往下一砸 让你降级 说好的改过自新呢 学校里都在传你 和叶青青谈恋爱 是不是真的 是 不是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我瞪了陈硕一眼 示意他不要乱说话 他仍然勾着笑 张主任喝了口茶 男同学女同学之间 可以正常相处 但不要越界 听说你们英语老师 安排你给陈硕补习 是 好好干 不要拖学习的后腿 特别是你 陈硕 不要带坏好学生 听见没 知道了 老张 都传陈硕跟年纪主任关系好 看来是真的 难道因恨生爱 骂出感情了 离开办公室 我和陈硕一前一后地走着 陈硕 我觉得老师说得对 现在我们最要紧的 应该是学习 应该保持距离 以后我不会再坐你的车了 话还没说完 他定住脚步回头 我正好站在他面前 他微微俯身 你喜欢我 没有 那你慌什么 就坐过车而已 况且我都习惯了 人家张主任都说了 男女间可以正常相处 我觉得没什么呀 你说对吧 叶同学 的确显得 是我做贼心虚了 话说 是不是不影响学习 就可以和叶同学谈恋爱了 他低下头 认真地看着我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 只听得到心跳声 我赶紧推开他 时间不早了 我们要等极了 临近期末压力很大 陈硕也渐入佳境 有了学习的状态 上课不睡觉了 认真听课 闷热的夏天 不停地缠鸣 很糟糕的 我发烧了 没错 在大热天 昏昏沉沉地上着数学课 老刘在黑板上写写画画 我的眼皮沉重地睁不开 直到手肘被人推了一下 喊你上去做题 陈硕小声提醒我 我看了他一眼 表示感谢 没想到我也有被他提醒的一天 走上讲台 看着题目 明明是很基础的 做过类似的提醒 一下子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捏紧了粉笔 手心不停出汗 旁边这题叫谁好呢 老师这题我会 我来 是陈硕 他走到我身边 快速地写着思路 但此刻我还没有一点头绪 我越来越紧张 想和老师说 这题不会做 没想到 趁着老刘转身看同学时 陈硕飞快地在我的题目下面 写下关键步骤 我顺着他的思路写下去 找到了感觉 两道题都做对了 看来这几天 同桌之间有好好相互学习 我松了一口气 今天被陈硕就了 放学之后想感谢他 结果铃声一响他 就被拉去打篮球了 哦 对 今天有篮球比赛 不过我对这些事不太关心 但是陈硕的水杯忘拿了 他每次打篮球都会带来着 本着人道主意 我还是去了篮球场 看着簇拥的人群 好不容易挤进去 三分 我顺着贺彩声望过去 陈硕穿着红色的球衣 擦着汗和队友击掌 一不留神 我就看完了整场比赛 看着比赛结束后被包围的陈硕 我看了看手中的水杯 突然发现好像没自己什么事了 准备离开 一双黑色的球鞋停在我面前 抬头看 陈硕擒着笑意看着我 来给我送水 他拿过我手中的水杯 喝了几口又塞回我怀里 以后送水站进点 我差点找不到你了 给你送水的人太多了 他揉了揉我的发顶 那我来找你 自那天起 我和陈硕的关系 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他每天很自觉地放学 留下和我一起学习 我也莫名其妙地去篮球场 给他送水 暧昧的气氛在我们之间扩散 班里的男生 最近迷上了看恐怖漫画 而且最喜欢吓唬女生 我也惨遭其害 刚坐下准备拿书 曹三拿着漫画书递过来 还没看清上面的内容 眼睛就被一双温暖的大手捂住 别看 随后听到他微冷的声音 曹三 你疲痒了是吧 过了一会儿 陈硕才松开手 曹三一群人 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 刚刚没看到吧 没看到 那就行 陈硕 有人找你 我们同时看向窗外 一个打扮可爱的学妹站在外面 略微羞难的表情 令人响入非非 那天放学 我送完作业回班里没看见陈硕 只看到桌上留的字条 字和人一样张扬 有事先走了 想起教辅书还没买 我一个人去了图书馆 走在回家的路上 碰巧遇到了两个人 陈硕和那个女生 他们并排走着 女孩吃着冰淇淋 陈硕对他宠溺地笑 他肩上的位置不再属于我的书包 而变成了紫色的书包 他们般得让路人侧目 我绕了另一条路 快步走回家 陈硕给我发了好多消息 我故意没有理他 第二天 大家都在讨论陈硕的事 哎 清清 你是陈硕同桌 你知不知道 他最近新谈了一个女朋友 嗯 挺般配的 般配个屁 陈硕拉起我直奔无人的楼梯间 叶清清 你跟我闹小脾气 就因为这个 昨天我遇到的是你吧 你去图书馆买书了 那个人是我表妹 她的一通解释 让我一下子乱了手脚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她 她看着我慌乱的样子 好像懂了什么 看着我轻笑出声 放学后 她直接拿起我的书包胯在肩上 走 回家了 陈硕起得很快 只听得到风声 不知道奶奶的勇气 我说出了那句话 陈硕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我加大了音量 我说 陈硕 再骑快一点 陈硕加快速度 风吹起她的一百 吹起少女的情思 夜晚的星星很亮 我和陈硕坐在草地上 旁边的情侣拿着小音响 放着五百的夏夜晚风 夏夜里的晚风 吹拂着你在我怀中 你的绣发蓬松 缠绕着我随风摆动 月亮挂在星空 牵绊着你肃琴中 有你味道的风 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 我转头看向陈硕 陈硕的眼睛很好看 浅褐色的铜像秋日的枫叶 落在我心上 陈硕 嗯 我们考同一所大学吧 好 她的眼眸在无声的夜 点亮了天的黑 我好像喜欢上陈硕了 喂 你和陈硕还没在一起啊 闺蜜未然搭着我的肩膀 在我耳边打去 我不知道 她喜不喜欢我 笨猪 天天在你上下学 每天给你带早餐 下课给你热水 给你系鞋带 这不是 喜欢你这是什么 未然看着我 一脸叹了口气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叶子 有人找你 陈硕站在窗边 手里拿着我的杯子 诺 热水 说完揉了揉我的头发 转头走了 我捂着水杯 感觉到重重的暖意 不止热水传递的温度 刚刚未然的话 在我耳边响起 要不你刺激刺激她 看谈她的反应 我漫不经心地走在校园里 抬头看到沈颜 嗯 我很很懂了 要怎么刺激那个大木头 于是暗恋校爸 三个月的我把校草约了出来 我支支吾吾地向沈颜告白 沈颜同学 我 我喜欢 话还没说完 就被沈硕一把拉过去 低头稳住 浅尝者指 还没回过神来 就听见她对沈颜挑衅地说 不好意思 女朋友最近闹脾气 我悄悄勾起唇角 之后一定好好感谢魏燃 回家的路上我故意问她 沈硕 你干嘛说我是你女朋友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这次她说得更大声了 我说 沈硕喜欢叶青青 我更紧地环抱住了她的腰 我也是 我和沈硕在一起了 悄悄地 她仍然每天给我送热水 别人都觉得她还在追我 我一给沈硕补课为理由 每天到陈硕的房间写作业 陈硕学得很快 很多题看看答案 就知道解题思路 给她讲题 她也很快都懂了 我坐在案前 低头给她讲着数学题 她靠得很近 热气喷洒在我的耳阔 我忍不住的心跳加速 叶老师 你怎么耳朵红了 她靠得更近了 我转头不小心擦过她的唇 叶老师 别这么看我 我受不了 我赶紧起身 没想到被绊了一下 整个人跌到她怀里 然后听见她咬牙切齿地说 叶青青 我是个正常的男人 接着把我放到座位上 走之前狠狠亲了我一口 陈硕进步很快 其中考一下子就考了班里前五 让众人咋舌 张磊拿着成绩单走了过来 陈哥 你吃了哪门子的神仙药 怎么考那么高分 叶老师教得好 陈硕得意地看着张磊 你让叶老师也教教我呗 不行 我家的 没人注意 旁边路过的张茜 暗暗捏紧了试卷 陈硕这几天请假 我一个人回家的第一天 就被人盯上了 最近回家路上的灯坏了 一个人走在路上 我有些害怕 感觉到后面有人在跟着我 但回头看空无一物 我紧张地把手伸进裤兜 拿出手机给陈硕打电话 嘟嘟 喂 那头沙哑的声音刚传出来 我的手机就被人重重拍下 整个人被拉入漆黑的巷子里 半张脸被粗利的手紧紧捂住 我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来人 乌叶出声 喂 倩姐 人已经在我这了 嗯嗯 好 接着面前抽着烟的地皮 将手放到我的脸上滑动着 捏住我的下巴 该怎么下手才好 你说呢 小姑娘 眼泪在我的眼眶中打转 我的挣扎在悬术的力量面前 都成了无用功 她的手扶上我的腰 我的身体不停颤抖着 下一秒她整个人被踢倒在原地 陈硕将她按在地上 一拳一拳地打着 我放松下来 整个人顺着墙边摊在原地 大哥 我错了 饶了我吧 哪只手碰的她 不说 那就两只手都废了 左 左手 说着陈硕将她的左手用力一扭 地上的人发出惨痛的叫声 紧接着陈硕又将她的右手抬起 我怎么看见是右手呢 哥 求你放过我 那人颤颤巍巍地说道 谁叫你来的 张倩 陈硕拿纸擦了擦手上的血 眼底晖暗不明 听到这个名字 我的瞳孔一缩 陈硕走了过来 脱下黑色的外套裹在我身上 用指尖轻柔地为我擦拭眼角的泪 轻轻 我来了 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陈硕把我打横抱起 青色的胡茶时不时擦过我的额头 我这才注意到她脸上的疲态 陈硕 阿姨好点了吗 嗯 我用手环抱住她 陈硕 我放学去找你写作业好不好 陈硕顿了一下才回答 好 阿姨 我来了 唉 轻轻 陈硕躺在病床上 一脸慈祥地望向我 没过一会 护士带她去做检查 陈硕在床边削着苹果 修长的手指流畅地滑动着 见我坐下 切出一块苹果 塞到我嘴里 我称怪地看了她一眼 拿出作业写着 坐在病房里的小桌子边 陈硕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过来 淡淡的烟草味包裹着我 让我有些心神不宁 这不错了 陈硕敲了敲我的头 我回过神 拿出修正带修修改带 叶老师在想什么 我红着脸不说话 不会是在想我吧 我拿胳膊肘狠狠地拐了她一下 好好复习 陈硕吃痛道 叶青青你谋杀亲夫啊 桌上陈硕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看过去 但陈硕先一步拿走了手机 上面隐约显示着 银行卡到账五十零零零元 数额这么多 会不会是新型诈骗 回家的路上 陈硕背着我粉红色的书包 牵着我的手 她的手宽厚有力 握住的时候很有安全感 牵手时总喜欢细细妈撒着我的手 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前方 陈硕把头转了过来 要说什么就说 我看着她支支吾吾地开口 陈硕 你最近在打工吗 最近诈骗有点多 你要小心一点 我自顾自地说着 陈硕轻笑出声 不走了 停下脚步 我也跟着停下来 她俯身慢慢靠近我 额头抵住我 一下子她的眼睫毛分明可见 我对上她的双眼 好像看到此时她眼里失措的自己 放心吧叶同学 合法正当收入 传的老婆本 她的气息离得好近 心跳声将我的意识打乱 我没忍住 微微仰头贴上了她的唇 她扣住我的头 加深了这个吻 叶清清 以后你走不掉了 张倩退学的消息 很快就传开了 有人说她跟金主跑了 有人说她在这片 混不下去转了学 我转着手中的笔 心里回忆起那天的场景 还是会感到后怕 要是陈硕没有及时赶到 结果会是如何 我不敢想 叶子 你知道吗 听说陈硕最近和我们这片的老大宋坚走得很近 宋坚 传说中这片区的老大 江湖中人 成天游手好闲 跟着背后的老大做事 喜欢多管闲事 看不惯别人欺负老弱病残 时常跟那些爱欺负人的混混打架 这样说来 她倒是个性情中人 不过陈硕怎么会跟她走在一起 你从哪听说的呀 贴吧都传疯了好吧 你看 唐一拿出手机给我看照片 照片上陈硕的手悠闲地搭在旁边椅子的靠背上 而鼓上的黑色耳钉分外亮眼 另一只手上夹着的香烟亮着星红 她转过头正在和宋坚说笑 下面还有好多张陈硕和宋坚的照片 其中还有一张 是陈硕和一个红发女生的照片 两个人靠得很近 低头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我看着照片 心情有些恍惚 还是硬撑着 把下午的课都认真上完 谈恋爱 一不小心 真的会影响学习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朝天空叹了口气 又低头给陈硕发了信息 我今天不去医院了 怎么了 我停下脚步 想起今晚家里吃饺子 回复道 我妈喊我回家包饺子 好 回到家 陈女士就包好了一大堆饺子 哪还轮得到我 在我一顿大块朵頤之后 陈女士不知道从哪提来个保温袋 这是给陈硕妈妈和陈硕的昂 待会给他们送过去 本来想拒绝 看到陈女士的眼神 只得默默说道 遵命 到医院的时候 只有陈母一个人 青青来了 陈硕刚刚走了 说是要回家一趟 阿姨 那饺子我放着了 我先回去写作业了 哎好 乖青青 快去吧 出了病房门 我就给陈硕打了电话 好一阵 那边才接通 喂 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的心 瞬间量了半截 请问陈硕在吗 那人吃笑一声 陈硕在洗澡 那边吵吵嚷嚷嚷 这话明显是假的 隐隐约约听到陈硕的声音 我冷静下来 又问了一遍 陈硕呢 好啦 不逗你了 小朋友 陈硕 过来接电话 很快就听到了陈硕的声音 大概是喝了酒的缘故 陈硕的声音带着些低哑 喂 你在哪 某某酒吧 我来找你 说完我不由分说地挂断电话 打了辆车过去 大意了 我被拦在酒吧门口 陈硕打来了电话 你在哪 向后转 走四步 嗯 看到那个黄色画线 向右走十步 我低着头 顺着那根黄色的线数着 九步 十步 我撞上一个胸膛 对不起 我赶紧向后退了两步 抬头对上陈硕满是笑意的眼 他搂过我的腰 把我往前带了一些 他喝过酒 身上带着的酒气 熏得我有些晕乎乎的 跟你在一起的女人是谁 叶老师吃醋了 我埋着头不说话 他往我的脑门弹了一下 天都黑了 谁准你来找我的 遇到危险怎么办 那你还不是大晚上的去酒吧 陈硕骄傲地扬了扬身份证 我成年了 想起刚刚被拦的迥样 我更生气了 踩了他一脚 转头就要走 他跟在我身后 没几步就向前牵住我的手 接电话的是宋监女朋友 宋监也在 他开笑的 那你就给他接了 祖宗你别生气 以后我的电话都不让别人接 成吗 我不说话 继续往前走 陈硕一把把我拽到怀里 俯下身 把头埋到我的井窝里 闷闷地说 老婆 我错了 别生气了 说完还蹭了两下 你别动 扬 他把手伸进我的卫衣里 微凉的指尖 让我头皮发麻 这样呢 扬不扬 陈硕 我要生气了 陈硕把手抽出来 紧紧抱住我 不闹了 轻轻不生气 好不好 我闷在他怀里 回了个嗯 一路上 陈硕给我说了 他是怎么认识宋监的 他在宋监手下做事 修理苦力什么的都干一些 那五万块是几个月的工钱 宋监经常叫他去喝酒 他推了好几次 今天他生日他就来了 那个电话是宋监女朋友擅自接的 他手机掉在沙发上没听到 他事后也说了他一顿 我摸了摸鼻子 有些愧疚 误会他了 陈硕带我见了他的朋友 还有那个宋监 宋监的女朋友 也就是上回接我电话的女生 没有想象中的难相处 一见面就把我往怀里带 终于见到你了 小姑娘 李慈捏着我脸作了一口 好香 好软 好可爱 跟我回家吧 别跟陈硕了 陈硕黑着脸 转过身对宋监说 管管你女人 宋监摆了白手 没办法 弟妹太可爱了 我乖乖地坐在陈硕身边 陪他喝着酒 他的手搭在我的椅背上 时不时捏捏我的脸 有时更甚 还要凑近亲一口 酒过三旬 喝得差不多了 众人纷纷离场 陈硕好像喝醉了 赖在座位上不走 弟妹 你一个人行吗 我看了看陈硕 点了点头 问题应该不大 事实证明 我想错了 最久的陈硕 怎么更黏人 包厢里的人都走完了 陈硕把头埋在我怀里 哼哼唧唧地喊着 老婆别走 我戳了戳他的脸 陈硕的脸软软的 我趁机亲了他一口 没想到抬头 撞上他清明的眼 刚刚的罪意不在 陈硕 你装罪 他倾笑着 恩了一声 俯下身稳了上来 身怯又绵长 我尝到了淡淡的果酒味 最后是陈硕把我背回家的 我困得不行了 还好今晚家里没人 没有宵禁 我趴在陈硕背上 一点一点的 看着他因为喝酒 发红的耳根 迷迷糊糊地 作了一口 感觉到陈硕身子一僵 我在他背上笑出声 陈硕颠了颠背 你再闹 不让你回家了 我顿时进了声 乖乖不动 伴着夏日缠鸣 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日夜 迎来了高考季 多少个日子的分笔记书 高考季又称分手季 不过后面这项和我们无关 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我怎么也没想到 陈硕能够超常发挥 陈硕摸了摸我的头说 连老天都在帮我们 高考完的陈硕更放肆了 随时趁着没人就贴上来靠近我 没过多久 我们就上了校园论坛 学校里的一对情侣好甜 陈硕为我吃章鱼小丸子的照片 救命他们好配 这提我会 那个男生每天在宿舍楼下 买好早餐等他女朋友 超级羡慕 听说他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是谁羡慕了我不说 我看着手机屏幕乐呵得不行 陈硕买了杯奶茶 插上吸管送到我嘴边 我喝了一口醋梅 怎么是热的 小祖宗 你是不是忘了你历价要来了 你不喝我喝 陈硕说着 拿回奶茶喜滋滋地喝着 老婆喝过得更甜了 我踹了她一脚 她反手捏住我的脚踝 往她怀里带 俯身亲了亲我的额头 待会有客 放过你了 时间过得飞快 一下子就到了考试周 为了不让陈硕打扰我学习 我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周 远离男人 专心搞学习 听好了 接下来这一周 不准靠近我 离我方圆十米 我要好好学习了 陈硕一脸 宠溺地看着我 遵命 接下来的几天 她是不靠近我了 只不过每次都出现在 离我恰好十米的地方看着我 或者在那处默默陪我学习 一天复习结束 桌子上就会多一杯贴着字条的热奶茶 吼 清清 我感动得不得了 结果考完试的当天晚上 我就被陈硕这个大坏蛋 抵在墙角 整个人被吻得喘不过气 后来成绩出来了 陈硕第一 夜清清第二 我看着名次陷入了沉思 周末的时候 宋坚和他女朋友过来旅游 我们约了顿饭 李慈还是和原来那样热情 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贴贴 还要亲我一口 惹得陈硕赶紧把我抱到怀里 不让他靠近我 小气 李慈抱着宋坚的手臂 小声抱怨 宋坚捏了捏李慈的脸 一起入了座 宋坚和陈硕要开车 所以没喝酒 倒是我被李慈哄着 喝了好多果酒 明明度数不高 怎么喝着脑袋晕乎乎的 不知不觉 就靠到陈硕怀里 陈硕一边玩着我的头发 一边和宋坚说着话 饭局结束 陈硕和宋坚去开车 陈硕很争气 和别人做了几个项目 挣了好多钱 整天把我捐在怀里 说要赶紧把亲亲取回家 不过此时的我 落入了李慈手里 李慈挽着我的手臂 一脸感慨地说道 你都不知道 当时陈硕为了和你考上 同一所大学 有多努力 有时候阿坚让他去做事 他还把学习资料带着 趁着没事的功夫多学一下 还拖送间 找了几个考上好大学的哥们 给他补课 看到你们在一起 真的很欣慰 我听到一半的时候就清醒了 眼角慢慢红了起来 给李慈整着急了 诶 你别哭啊 等会陈硕要找我算账了 陈硕把车开了过来 我和李慈说完再见上了车 陈硕看到我眼眶红红地 摸了摸我的头 怎么了 李慈欺负你了 我抱住他闷闷地说 陈硕 他顿了顿 转而紧紧地抱住我 怎么了 我小声地说 我爱你 他好像没听到 贴着我说 送你回宿舍 我想去你家 陈硕看着我的眼神暗了暗 刚进家门 陈硕就把我抱到沙发上 想起身去到水 我搂住他的脖子 不让他走 我对上他的眼睛 就是不说话 感觉到他脖梗微微发热 他偏过头去 刚好露出微红的耳阔 轻轻 别这么看我 我受不了 我贴着他的耳朵轻声说 陈硕 我成年了 想好了吗 嗯 想好了 那年春节 我和陈硕一起回了老家 他为我系上红色的围巾 屋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雪 我兴奋地跑出去看 陈硕跟着我 让我慢点跑 没过一会 我和陈硕的头上 都猛了一层宝雪 陈硕牵过我的手 虔诚地看向我 说 叶青青 你愿不愿意和我倒白头 我愿意 在一片爆竹声中 我的声音坚定又有力量 不知道哪户人家放了烟花 在烟花绽放之陈硕低头 稳住了我的唇 我感觉到 一个冰凉的圆环 套到我的无名纸上 那一刻 我知道 我要和17岁遇到的少年郎 走到垂垂木老 17岁的夏日蝉鸣 少年吹起的衣摆 风到底 还是把我的那句喜欢你 送到他耳边 是谁先动的心 大抵只有风知道 全文完 翻外 陈硕视角 我叫陈硕 不是安抚相的小霸王 都是那个小女生 乱给我起的外号 就因为小时候 我没给她手里的棒棒糖 其实我想告诉她 那个棒棒糖过期了 结果她没听我解释 就哭着回家找妈妈 害我被老爸骂了一顿 她还挺可爱的 她喜欢路边的小猫 也喜欢话 我幻想过无数次 和她说话的场景 没想到是在修车的时候 发现她一直在看我 想和她打个招呼 结果人直接跑了 第二次见面 是我没想到的 我第一次那么想保护一个女孩 真的心疼死她了 把她带回家之后 我就跟爸说了 以后要送她上下学 爸看了看我没说话 说问问未来丈母娘 还真答应了 我一宿没睡着 拿出最新的校服 挂在床头 给自行车上了个后座 想到她坐在我车后边 就开心得不行 第一次在她时 没控制好车速 骑太猛 吓到她了 她会慌张地抱住我的腰 是我没想到的 我甚至希望她能多抱会 到学校的时候 曹三那群人竟然笑我的单车后座 我毫不留情地对了过去 你们就是羡慕老子有女朋友 说完这话 曹三就追着问我是谁 一下子 我有女朋友的事都传遍了 才不告诉他们是谁 自己的宝贝 自己藏着 叶同学又被人欺负了 还好被我撞见 这回知道喊人了 张倩那群人我迟早都给收拾了 我决定降级了 老张整天忽悠我 降级好好读 就着处分降下来 也因为可以护着他一点 第一次有人主动等我写作业 英语老师让他课后辅导我 正合我意 他不知道他交题的样子有多认真 明明是他讲得太入迷 怕我没听懂自己靠过来的 还要怪我 有什么办法 受着呗 叶同学慌了 我知道他对我有一点感觉 他心虚了 叶同学今天第一次给我送水 以后只喝叶同学送的水 叶同学说要和我考同一所大学 嗯 拼了命也会考上的 真的是对他太好了 未然告诉我他要和别的男生告白 什么时候喜欢上的 我怎么不知道 还好过去了 不然下一秒他就是别人的了 没忍住亲了他 他真的好软 好久没打人了 好久之前答应他不受伤来着 这回真忍不住教训那混蛋 他怎么敢的 要是我晚来一步 我不敢想 要是真的失去他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傻姑娘明明自己都吓坏了 还要关心我妈 好想早点把她娶回家 她说放学要找我写作业 我知道她要帮我补习 她想和我有一个未来 我也是 叶同学以为我被诈骗了 老婆关心我 开心 找了送奸搜集证据 把张倩送进去了 没查之前 不知道她藏了这么多事 够她吃几年了 送奸那女朋友 首养接我电话 害我被误会 好在因祸得福 见到小祖宗 为我吃醋的样 真的可爱 装醉没骗到老婆 难受 叶同学长大了 会撩人了 迟早把她给收拾了 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说真的 哥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连我爸都以为 我要在修车厂 修一辈子的车 或许在某种意义上 叶青青是我的救赎 是上天派来 拯救我的救星 不得不说 论坛上那几张照片 还挺好看的 我们之间的合照好少 以后要多拍点 老婆要专心考试了 不能打扰她 终于考完试了 吃到她了 她说的 我爱你我听得很清楚 没敢回应 害怕眼泪掀出来 她说她想好了 那天晚上 我真的很开心 我真的好爱她 我实在想不到 太多浪漫的办法 但是记得她说 喜欢看烟花 特地让人放了烟花 她说她愿意和我一起 倒白头 戒指刚好适合 我还记得 趁她睡着两尺寸时的 小心翼翼 还好还好 她一直都在 翻外 婚前婚后 我从来没见陈硕 那么紧张过 就连作为优秀学生 回母校演讲 她都从容不迫 此时的她在衣柜前 试了不下十套西装 陈硕同学 快点 我等得花都谢了 老婆 这套怎么样 哎呀 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吗 不行 这回身份不一样 我随即认真的妄想她 真的 就这套 这套显得你人特精神 陈硕整理了一下衣领 在镜子前反复看了看 确定 千真万确 好 我妈见到她的时候 并不惊讶 拉着她的手 就往家里带 都是邻居 以后还是一家人 带什么礼物啊 阿姨 都是应该的 还叫什么阿姨呀 叫妈 哎 妈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知道 你是我未来的女婿 跟你说 青青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第一次送给她的花 她做成了干花 现在都舍不得扔 妈 陈硕转过头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是吗 我半天憋出根 趁我妈去拿个水果的功夫 陈硕就弯下身 贴着我说 原来我的青青同学 那么喜欢我 我对上她的眼睛 毫不掩饰地说 对呀 就是那么喜欢你 我看到陈硕愣了愣 好像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眼里的情绪 像是烟花般炸开 暴露在我面前 下一秒 听到我妈回来的声响 就故作正经地牵着我的手 青青 带陈硕去看电视 我先去做饭 啊 妈 我帮您吧 不用 就一道菜了 你跟青青看电视去 于是最幸福的就变成了我 怀里抱着和陈硕 一起收养的小奶猫 手心里是陈硕包好的橘子 看着电视一口一个 好不自在 爸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的家 才把外套挂上 陈硕就赶紧站起身打招呼 严肃的就差行李了 我扑痴笑出声 就看到我爸拍了拍他的肩膀 之前一直送青青回家的是你吧 是 你是个好孩子 今晚我们喝他个不醉不归 爸平常不怎么喝酒 今天是真高兴 还拿出了一只舍不得喝的老酒 看到爸妈对陈硕都很满意 我瞬间松了口气 不过也是 我夜轻轻看上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差 我爸和陈硕一直喝着 我和我妈就在客厅看电视 直到两个人喝得烂醉如泥才结束 妈妈把爸拖进房间的时候 他嘴里还嘟囔着 你小子一定要好好对他 我一瞬间红了眼眶 时间过得真的好快 一下子他们就满头白发 我看着趴在桌子上的陈硕 呆呆地看了好久 然后戳了戳他的脸 他慢慢恢复清醒 老婆带我回家 我和陈硕的房子 与安抚相就隔了一条街 我牵着他的手走在路上 没走多久 他就把我的手揣进衣兜里 暖暖的 一下子觉得天都不冷了 我哈着气朝陈硕说 陈硕 你最爱谁 叶青青 你再说一遍 陈硕最爱叶青青 我不厌其烦地问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走到家门口 才关上门 陈硕就把我架在鞋柜上 在我的肩颈上 落下细细蜜蜜的吻 青青 我爱你 真的好爱好爱你 我埋在他的颈窝里说着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我妈就整天在我耳边 唠叨要孙子的事 我听得都烦了 陈硕就一边耐心地 给我包着橘子 为我一边替我回道 妈 我还想和青青 再过一段二人世界 我知道 陈硕就是嘴上替我说话 其实也想要个宝宝 走在回家路上 他牵着我的手 顺便到公园的场椅上做了会 看着前面广场上 嬉笑打闹的小孩 陈硕的眼里露出了少有的 除我以外 对别人的温柔 我捏了捏 我捏了捏他的手心 靠在他的肩膀上 陈硕 你生时想要个孩子 香 但是我更舍不得你难受 陈硕说什么也不肯 我只好下撒手锏 做了点手脚 一次就中 陈硕知道之后 自责得不得了 一直以为是他没有处理好 我实在看不下去 跟他坦白了 结果他叹了口气 整个人靠在我肩上 我以为你不愿意 我摸了摸他的头 他的头发蓉蓉的 一点也不扎手 怎么会不愿意 我爱你呀 孩子出生的时候是秋天 是个女孩 叫陈念青 生完孩子后 陈硕就忙前忙后地 照顾我们母女俩 生怕出了一点差错 我笑他太过紧张 他抱着我说 他真的害怕失去我 又是一年剩下 女儿爱上了骑山地车 陈硕在他家门口 替姑娘调着链条 我仿佛回到了巷子口 和他对视的场景 没想到一眼 就成了永恒 我会看到这些东西 我先让你来的 我先让你来的 但是你来的 帮助 你来的帮助 帮助